林冠英卸下行动党秘书长后转当党主席 不过柔佛行动党周委乌成豪却认为 林冠英有案件在身 应该卸下党主席的职位 以免拖累行动党 乌成豪在面子书发出 致行动党领袖和党员的公开信 要求林冠英等待法庭证明他清白后才恢复职位 他也公开要求党资政林吉祥 劝告林冠英交出党主席职位 乌成豪写道 我认为这对党和党主席个人是一件好事 尤其我党不能以巫统领袖的刑事准则为标准 而必须以世界级政党的准则为标准 我感到难过 我必须开诚布公和亲公地表明我的立场 党主席个人必须面对官司 而不是拖着整个党来面对官司 这才是世界级领袖应该有的做法 乌成豪认为 行动党本身和党主席 必须采取和世界级政党和领袖相同的做法 暂时辞职党主席一职 以个人身份面对官司 这将让党的公信力得以保存 乌成豪也点出 新任党属理主席戈冰欣是林冠英的辩护律师 已经出现利益冲突 也不符合行动党清联理政的立场 相反的 他主张戈冰欣应该辞去林冠英代表律师的身份 并在林冠英辞职后接任党主席的职位